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菲律中貞 好 其實很多人會說 冬五連假後 台股會怎麼走 其實關於說這樣的邏輯 我們在今年的年初 就有分析出來 因為說今年不論說美股 還是說台股 其實它受到的因素都比較多 你不能單純去用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去看 應該是要說依照聯準會 他說表跟升息的一些 進度 來去做調整 所以其實在今年的年初 那就有把全年 整個大方向先訂出來 每一次聯準會要公布 利率會議結果的前一週 成交量會下滑 這個時候就是要去調整持股 一旦說聯準會公布完 利率會議的結果 不論說升息 起碼 他都會展開一段新的行情 所以你說在端午連假過後 指數會怎麼走 因為連續兩天下跌 看起來好像說這一次的反彈 上供有點失敗 其實就像我講的 你只需要知道一個大方向 你去看 從第一次3月17日 5月5號跟6月16日 其實在前幾次都一樣 它的狀況都是一模一樣 在前一週買盤會縮手 會有部分出現獲利了結的賣壓 接著只要說升息 結果公布之後 就會展開一段全新的行情 買盤會重新進場 全新買點6月16日 所以你說接下來的行情 我認為說指數 它震盪的機率會比較高 畢竟說在這個時間點 第一層要量下滑 第二還是有比較多國際的因素 如果你要說通膨已經觸頂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通膨要觸頂還早 只是說短線上 因為美債殖利率 它修正的幅度 它有比較大 所以它也帶出說整個中小型 整個新興市場 它的操作空間 所以以台股來講 其實就像我講的 不論說指數上漲還是下跌 最重要的是要有邏輯性 只要有邏輯性 它就是好的行情 在6月16之前 資金它會持續擴散 所以不論說指數怎麼走 只要說盤面上有邏輯性 我們就可以找到 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認為說指數 可能還是會持續區間震盪 以整個價量結構來看 可能在16400點到17000點 之間去做震盪 但是中小型股 它會持續去輪動 其實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在股票市場 唯一的目的就只有賺錢 這東西很現實 你說很多投資人 或者說很多的研究員外資 分析出一大堆的報告 幾萬字幾十萬字的報告 但是如果說這檔股票不會漲 我相信對一般投資人來講 這些報告全部都是廢話 沒有錯 如果說你隨便講一句話 隨便講個理由 這檔股票上漲了 這一句話 它就是最好的利多 所以股票市場其實說 它唯一的目的一定就是賺錢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大盤預計就是震盪 那資金會持續擴散 所以我們要做的 我們唯一需要知道的 就是下一檔它會漲什麼 尤其是在低量環境 因為說低成交量的環境 我們就是集中持股 集中資金下去做佈局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範圍其實又說得更小 我們唯一的目的是賺錢 所以只需要知道下一檔漲什麼 這樣就夠 要知道下一檔漲什麼 前提就是盤面要有邏輯 盤面只要有邏輯就可以找出來 其實從今天的盤面 還是可以看出說 盤面上的邏輯性跟秩序性 它是持續存在 像是三幅化剛漲完 那三幅化開始在震盪 就輪到中華化 輪到聖衣再漲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擴散效應 那只要有擴散效應 就可以確定目前它是好的行情 所以其實在今年 因為說它受到的因素比較多 升息 縮表 疫情 封城 各式各樣的利空掺材在一起 那你去看 像是近期的日元又往下貶值 那日元貶值 它又會連帶影響到美元 美元又會影響到美債 所以這個東西 不需要去過度分析 只需要知道說大方向到底在哪裡 大方向就是這一張表 這一張表就是全年的大方向 只需要知道這個邏輯 每一次聯準會利率 會結果的前一週 開始去調節持股 接著公布過後 全新的買點 可能說公布過後 會有說新的族群 新的強勢股出來 但是不論如何 就是會有一群重新轉強 所以為什麼說在近期 我們都是比較針對性的下去做操作 其實你去看 包含像是中砂 包含像是三幅化 只需要專注做好這些股票 其實你的績效 至少絕對是勝過市場上 9層以上的投資人 你去看三幅化 三幅化的操作也是一樣 三幅化我們今天早盤 就順勢把它獲利出場 5月23號預告一次 這個位置 收盤價在184元 5月24號再預告一次 5月25再預告一次 當時有講 3奈米已經開始擴散 5月26再預告一次 5月30漲上來最高到202 所有部位一起獲利 5月31再漲上來206.5 昨天漲停板226元 這個位置全部部位已經獲利 而且已經到兩層 今天最高又來到了241元 241元左右 但因為說它的當成比太高 所以接近240元上下就順勢把那獲利出場 這樣子的操作其實很完整 它就是將近30%的獲利 其實在5月份你什麼股票都不要做 就專注做一檔三幅化 30%的獲利絕對至少勝過市場上9.9成的投資人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我們分析的再多東西 不論說基本面 籌碼面還是產業面 所有的分析它都是手段 唯一的目的全部都是賺錢 既然是賺錢 我們只需要知道跟賺錢 跟獲利有關係的事情就好 在目前當下的盤面 跟賺錢唯一有關係的 就是下一檔漲什麼 旁邊上有沒有邏輯性 有邏輯性就可以找出下一檔漲什麼 所以475有三幅化 我認為說今天的高點241.5元 這個位置 以全年的股價來講還不算是太貴 它還有上漲空間 只是說短線上它的當成比太高 所以先順勢把資金抽回來 今天也有順勢轉進幾檔全新的股票 等一下再來講 包含像是1560的中砂也是 中砂我們也是順勢已經把他獲利出場 5月13當時預告過一次 會挑在5月13獎 就是因為台積電的市場高峰在 第二季的中旬 5月17再預告一次 5月18再預告一次 5月19再預告一次 5月20再預告一次 5月25大漲8% 這個位置買的全部都已經是獲利狀態 5月27漲停板最後一個來到152元 6月1號172盤中處急漲停板 因為也是部分的獲利賣壓出來 順勢把它出場調節 這裡 6月1號11點左右 1560的中砂獲利出清所有的持股 這個位置 昨天獲利出清結束 昨天獲利出清 今天一根藏了下來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那就是說針對新的去操作 你說你要從大盤 那就再去延伸到族群 再去延伸到個股 坦白講目前的盤勢並不適合 因為他說整個盤勢的影響 它包含的面向有太多 總金 升息 縮表 貨幣 這些東西你沒有辦法 全盤的去考量進去 如果說把這些東西全盤考量進去 股票就不用做了 台股它不會出現一個 絕對的安全的買點 所以一定是說針對個股下去做佈局 那只要說盤面上它會有擴散效應 就可以用這樣子的邏輯 抓出下一檔會長的股票 以台積電設備來講 它這個東西也是一連串的 先從8028的生羊半漲上去 漲上去之後 那再輪到一樣也是鑽石碟跟再生金源 1560的中砂再漲上去 好 當時有講 鑽石碟跟再生金源 都是屬於前段市產相關的耗材 那說到市產相關的耗材 它一定又會輪到特用化學 那特用化學包含像三幅化 包含像是其他的中華化 或是說上品這些都是 它就連帶這樣漲上來 那當然說特用化學漲完 它一樣會帶出新的族群 如果以台積電的設備廠來講 其實接下來包含像是 特用化學的肺料處理 6667的信鴻科 它就也有機會 所以其實這就是一串很完整的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建立在盤面上有秩序 所以只要盤面上有秩序 我們就有操作的空間 尤其是說在今年 就是說量縮的環境 量縮的環境 你沒有辦法用6000億這樣子的 操作手法下去做操作 其實說我們講白話一點的比喻 就像是說 你要去溪邊溪水 你要去溪邊溪水 你卻穿了全套的潛水服 這是不合時宜的 沒錯 你要去溪邊溪水一定是穿著輕便 你穿著全套的潛水服 它有它的價值在 但是它派不上用場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會用5000億到6000億的思維 來去看現在的行情 但是其實這是完全不合時宜 可能說你的策略 你的手法 你的操作的模式 不是它不好 而是說目前的盤面不適用 就像昨天講的 你有一項好武器 那也要搭配上友好的環境 它才有辦法去發揮 以目前的盤勢來講 一直到年底之前 預計都會呈現最多 2500億左右 軍量 那軍量2500億左右的行情 絕對不適合所謂行雲流水的操作 這裡專業跟漲停板 再去轉到下一檔 再專業跟漲停板 是不適用 應該說目前的資金量 是撐不起這樣子的操作 所以一定是說集中式的佈局 把你的資金部位都埋滿 一旦起漲 整體部位會一起獲利 所以其實如果說說個 比較極端的例子 你去看 我們就以5月份來講 其實說5月份的行情 不算是特別的好 如果說你就專心做好一檔紅海 2317的紅海 專心做好這一段 從100元到最高116元 專心做好這一段 我相信績效 它也可以勝過市場上 至少是8成的投資人 所以這就是說 整個股票市場裡面 很多人會去做非常多的分析 其實分析的再多 這些全部都是手段 目的就是要賺錢 沒有錯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唯一需要注意的時間 就是6月16號 當然也不是說6月16號 就算是說6月16 來去看這張 就算是6月16 以聯準會來講 他如果說升息三碼 就算是升息三碼 一定還是會有會漲的股票 升息三碼下去的話 就代表說可能說資金量減少幅度會比較大 但是絕對不代表沒有行情 等於是說盤面上有沒有操作空間 看的不是指數的漲跌 也不是看個股 有多少股票在同時間上漲 是看市場資金到底有沒有邏輯 沒有邏輯的盤式 其實是完全操作不起來 操作起來會非常辛苦 目前至少可以確定6月份 它就是一個有邏輯的行情 我們就可以依照這樣的邏輯 下去做操作 所以今天包含像三幅化 包含像是中砂已經把它獲利出場 資金轉到全新的股票 網同的黑馬股 這檔股票下半年 下半年缺料緩解 上半年因為說缺料的關係 所以在下半年 它會出現地顏效應 加上漲價效應 兩者相加起來 全年的獲利最保守 可以賺到7元 賺7元就代表說 年增率是100%起跳 網同的黑馬股 這一檔的獲利 它比製翼 比中壘 比省準都還要好 它的成長性又更高 所以其實就是說 整個族群裡面它並不一定 因為說現階段 盤面資金有限 所以族群性會不強 族群性不強代表說 一箱族群裡面 可能有強勢又有弱勢 所以就是針對特定族群裡面的 特定個股去操作 當然說它的成長性一定要夠高 成長性不夠高 就會變成消費性電子 成熟製程 面板 面板驅動 IC 記憶體這些都是 這些在今年就沒有太大的操作空間 連第一屆都不需要 所以這裡在量充的環境裡面 你需要有操作的新思維 全新的金兵計畫 我們的操作手法跟我們的模式 就是專屬在今年低量的環境 因為低量的環境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用 6000億的操作手法下去做操作 等於是說6000億的操作手法 它並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目前它沒有給你足夠的空間 就像剛剛講的 你說穿全套的潛水服 潛水服它不是不好 只是說你在西邊 它發揮不出它的效用 沒有錯 所以這個時間點 尤其是在端午過後 端午過後一直到6月16號以前 可能說成交量還是會維持 2000到2500億之間 指數預計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以個股來講 它會持續在不同族群中 下去做擴散 像是台積電設備 像是網通 還有包含像是車用 這些裡面都有很多的黑馬股 那我們就是一次針對一檔 下去集中式的佈局 最新的一檔 網通黑馬股 全聯EPS保守7月 年增100%起跳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下週直接帶你進場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說股票市場 其實說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樣 唯一的目的都是賺錢 就像剛剛所說的 如果有某個外資機構 寫了幾萬字幾十萬字的報告 但是這一檔股票不會漲 大家一樣會認為他在講廢話 你在路邊遇到一位路人 隨便報一檔股票給你 結果隔天往上漲一根漲停板 你會覺得他就是股神是不是 這就是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就是這麼現實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說以大盤來講 只要說整體的盤勢 它有邏輯性 就會有下一檔會長的股票 我們唯一需要的事情 就是接下來哪一檔會長 尤其是在目前 成交量不高的環境之下 種植不重量的操作 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下一檔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 Lighter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要加小老鼠 Lighter跟Telegram 這兩大平台都很重要 我會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時間點 最適合用什麼樣的操作 因為說在 因為以三大法人來講 三大法人其實包含像是投信 包含像是外資 包含像是自營商 其實投信跟外資 它在比的都是相對的績小 跟大盤或是說跟其他投信 跟其他外資來比 但是如果說以自營商來講 自營商它看的就是絕對的績效 我原本就是從自營商起家的 所以其實一些操作理念 會跟一般的投資人是最緊密 最貼近一般的投資人 所以這兩大平台 記得要先去加入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唯一需要注意的時間 就是6月16號 在6月16之前 資金就是持續擴散 6月16這點很重要 不論說升息幾碼 一碼 兩碼 三碼都好 只要說這一項消息出來 可能說接下來的強勢股 會不一樣 但是總之一定會有一群股票 是在6月16會起漲 所以包含像是車用也是一樣 來 你去看車用 車用的羽龍 當時有講過車用零組件的黑馬股 我們在這個位置預告 這個位置開始佈局 這裡也開始佈局 5月27上漲9% 不論是買在這裡 100出還是105 這裡全部都是獲利 5月30號最高來到117元 6月1號最高來到120元 不論說買在這裡 因為這裡跟這裡 100跟105上下各佈局一次 今天6月2號最高來到127元 盤中一度大漲了7%以上 那是因為說部分的結錢賣壓 導致說收益更上癮線 所以這樣子一段的操作 它的獲利也大約是20%上下 所以一定是說 針對新的下去做佈局 資金我們就是一檔佈局完 再去接下一檔 這樣子不論說整體操作的流暢度 還是對你資金的成長幅度 其實都是最有幫助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會說 什麼樣的股票可以去低接 又或是說什麼樣的股票 值得現在去買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你如果說目前的盤勢 因為說指數 畢竟怎麼講 它已經緩跌了半年了 它從大約是1月份 1月份就開始跌到5月底 這一段時間真的是足足大約是半年的時間 這半年的時間 很多的股票 確實它已經被修正到一個 相對便宜的價位 但是就像我講的 你如果要說這個時間點 什麼樣的股票已經超跌 已經有它的投資價值浮現 至少500檔 至少500檔 但是因為說盤面上的資金 頂多就2500億 2500億是撐不起這500檔的股票 所以它一定會輪流上漲 所以會變成說這個時間點 要買哪一檔 會變得非常重要 總不可能說500檔 股票它也都已經超跌 它都已經很便宜 全部都去買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針對試的去操作 尤其是低量環境 因為在6月1號正式鎖表 接下來還有5次的利率會議 這5次的利率會議 它可能每一次都還會升息 升息下去可能到年底 可能到年底市場資金 成交量 均量 可能會剩下1800億 這也是有可能 剩下這樣子的成交量 我們要去做的 一定是適應這樣子低量的環境 其實說低量環境它有幾個特色 資金輪動速度它會變得更快 輪動速度變更快 就會變成說個股的漲勢 它會變得比較慢 所謂的比較慢 不是說它的漲幅會縮小 而是說它起漲的週期會比較慢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說 個股輪動很快 可能說今天漲航運 明天漲航空 後天再漲IP 它會這樣輪 你單一的族群或是個股 你要輪到一次 可能就是一週到兩週以後 所以也是因為說有這樣子的特性 所以一定是說 我們就是針對在區間震盪 去把持股跟資金集中式的佈局 包含像是羽龍 羽龍這一段也是 100出頭佈局 105上下再佈局 一旦往上拉 所有波一起獲利 這一段也是足足大約是20%左右 還有在上週預告的 傳統連接器的黑馬股 這一檔就是胡蓮 6279的胡蓮 6月1號星期三 最高來到132元 從這一段大約是110元上下 拉到132 也是大約是15%的獲利 6月2號這一段 已經將近兩成 今天又再到133元 從這個位置到133元就是20% 所以就是這樣分批去佈局 震盪震盪震盪去買進 一旦往上拉 所有的部分會一起獲利 所以宇龍也是一樣 像這些股票其實都是好股票 只是說一次就是針對一檔 下去做佈局 以整個車用來講 預計在下週 預計在下週 它還會持續去擴散 因為說中國汽車下向這個政策 它已經從原本的2023年 說到了2022年底 它的期限 它會說到2022年底 就代表說它要針對性的 去刺激今年的銷量 今年的銷量跟今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它的受惠程度會變得說更集中 它受惠的力道會更強 所以預計說一些車用相關 它還是會持續在發酵 像是今天的565的台辦 這個位置下週它也非常有機會 之前有講過 現有是車用二集體 它有跨足到未來的第三代半導體 全年6元起跳 這個位置其實任何的價位 它都值得去買進 在90元以下分批去佈局 但起漲一樣是所有部位都會獲利 所以今天其實慢慢的 有部分的資金有轉移到新的族群 這一塊新的族群 可能就會落在車用或第三代半導體上 包含今天的漢磊 包含今天的台辦 它其實都有碳化系跟淡化加的色彩在 所以這些都是下週布局的重點 最重要的是 在接下來的低量環境 你一定要有操作的新思維 你不能再去用6000億的操作手法 去做2000億的行情 金兵計畫就是最符合目前 目前這樣子低量的環境 我們操作就是重值不重量 震盪佈局一旦起漲 所有部位同時獲利 一檔賺完那再去接下一檔 下週先從這檔開始 廣通的黑馬股 今天已經開始進場提前佈局 下半年缺料緩解 低延效應加漲價效應 全年保守期限 年增率至少是100%起跳 利用這幾天的廉價期間 直接來電或視訊兩大平臺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所謂就算出現出的 入住的 在香港